巨大的巧克力豆缓缓展开 歌手穿着巧克力洋装在舞台上开唱 紧接着在北京冬季奥运双人兵舞项目 勇夺金牌的法国花式滑冰组合 帕帕达基斯与希泽隆 两人穿着巧克力服装走秀 再次展现默契 惊艳全场 今年的巧克力服装秀造型多变 有繁华的民族风 俏皮的小礼服 高贵的碗礼服等 设计师绞尽脑汁 确保巧克力礼服在走动时不会断裂 模特儿也要比平常更加小心翼翼 模特儿直呼可惜身上的巧克力不能吃 不过在巧克力展上 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口味的巧克力 今年有一名甜点师维达尔 他创造出一款香甜又火辣的巧克力球 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卡罗莱纳紫神辣椒 是全世界最辣的辣椒 甜点师傅只需要一点点就很够味 巧克力球入口后会先尝到甜香 紧接着辣味爆发 冲击十足的甜辣感果然大受欢迎 一口接着一口酸甜苦辣咸应勇尽有 法国巧克力展上的商品就如同电影名言般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会吃到什么口味都不知道 华氏新闻 孙敏凯编译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